首先就是说民事要制播我的节目 事件我并不知道 也不是我去要求的 那他们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制作 这个主持人胡安宁女士 据她跟我讲 她是从北韩去专访 很辛苦的北韩专访回来 花了两三天的时间读我的相关资料 那么跟我专访的时候 她做了两个半小时 结果时间超过 她说你的故事三集都做不完 果然她那天出来的时候是用钱赚 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 其实都还没有讲出来 不过那天播出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 事先也不知道 因为我正在台中很忙 所以我也没收看 回到家里半夜的时候 偶然间让我看到了 那我很敬佩他们的制作单位的用心 因为访问那么多人 这是出乎我意料 而且我事先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对这样的严谨认真的制作 表达最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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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